我就這樣抵住嘛 這邊樓空嘛 工作台一張六萬不要把門鋸開 這個你去練嘛 就是練手感 然後鋸到 我通常都會鋸在線的右邊 為什麼鋸在線的右邊 因為我右手長在右邊 因為我眼睛長在右手的左邊 我這樣看得到 那我怎麼抵住 你不要這樣鋸要把手指頭鋸掉 抵住這邊 然後這樣 穩定的隱鋸 然後鋸在這個線盤 線的右邊 你看這樣 穩定的鋸在線的右邊 但其實 這看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等等你會發現說 失去笑容 那假設你會覺得 會晃熱帶 你可以 把它夾起來 可以拿起來 昨晚我到處可以擦洗 才會 我怕要說 等著我會忘記 我是屬於不掉 但是如果你在 你在 聰明的點開 這樣子 那假設 那假設 如果是去當了老師之後才發現 同學怎麼鋸 頭尾的線都沒有辦法貼的線 所以我就想一個行的 開車 是要看後照鏡 否則你就放下鏡子 這樣 他可以看一下 不然你就要看 我這樣看 那你會發現要 緊咬的線 那不要太用力 不要太用力 因為什麼 因為你太用力的時候 他瞬間不能排泄 然後不能排泄了之後 鋸齒就會跟著紋路這樣靠 然後再來 他的這個很靠 所以他必須 這個叫夾背鋸 那 等等叫一下夾背鋸怎麼用 那我就是會稍微吹一些 因為可能會有 血血感 那你這個聚完之後 你就拿這個 再看看 是不是直角的 因為我這個有點不棒